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冒險手藝加全食譜 153-159 人柱附行生存專家星級大廚原神成就全收集 1.0-4.8共1240個 已完結 包含天地萬象隱藏成就 每日任務 世界boss及其他 這期視頻我們來收集冒險手藝 就是這個 下面一共有7個成就 因為生存專家和星級大廚 分別可以完成Sumps 然後我們能拿到一張名片 我會帶小夥伴們跑 從1.0到3.1 所有的食譜 我們全部把它拿了吧 好,下面我們開始 我們需要在隊伍裡面準備一個冰元素角色 然後再加一個跑得快的角色 好,然後來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先來到 風龍廢墟界的齊天成相處 好,到了齊天成相之後我們視線朝 東北方向走 乘坐地的風場 過來 這有一個寶箱 原來是封住的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能拿到我們的地的食譜 北地煙燻機 來,我們再打開地圖 藉此我們來到風龍廢墟界的TP點 到了TP點之後我們視線朝背後撞 來做介入風場 好,上來之後我們把視線撞到東北方向 然後朝下看 我們要去到台亞角那 那有一波出球人鎮守的精緻寶箱 裡面有我們的下一個食譜 來,我們降糟度 好的,後期來切刀 好的,後期來切刀 來,這是我們的第二的食譜 好,之後來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來到蒙德城的這個TP點 到了TP點之後我們把視線撞到東南方向 我們去找列路人的沙拉小姐 從這可以都買到我們需要的食譜 在裡面 來,拿到了這個食譜之後 我們撞到我們的東方向 從這條大路走下來 我们有一个成就算在里面的是 人助复刑 我们需要锻造一把四行武器 带铁匠铺这就能锻造 我们需要武器原胚 武器原胚需要打周本获得 好的 然后我们来打抬地址 这次我们来到望峰角 左下角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把四驾转到东北方向 从这跑出去 我们去找望峰角前面的修女 真是即兴在里面 真是即兴在里面 从这边走不要拉到怪物丑恨 然后不然特别仿那个上面的球球射手 然后我们来找到对话 来选你在做什么 然后是你的家族 好我们拿到风险杂毁 之后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青色庄右边这里的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然后我们视线撞向我们的狼方向 从这跑步来 来这样能买到我们的食谱 也还能买到天价的 琉璃 叫什么来着 忘了 不好意思 我已经记不清了 对不对 哦 这点琉璃百合 你可以买到天价的琉璃百合 来 拿上这三十谱之后 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这个 幸运点右边那些提皮点 这个提皮点是要做完解谜的 大概有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有三十赫 你要把它撞了对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 就能解谜这个风场 我们就能飞上去 好我们先过来 然后我们撞向背后 从这爬上去 我们从这 来登上幸运点的水招处 小伙伴们别掉下去了 在这儿能拿到我们的 这围基的五星烹饪食物 在记录别的华丽宝箱处 好的 拿上记得食谱来 来我们把食线转到我们的东南方向 咦 好没事我们朝前飞 来飞得差不多了 我们来降糟度 我们继续朝前飞 要去到下面这个水池处 这有三只冰方杯 我们要把它点亮 来我们换出冰系角色 来我们换出冰系角色 分别点亮一下这三只冰方杯 好就能生成鱼的金质宝箱 里面有我们的下一个食谱 里面有我们的下一个食谱 然后我们开启一下 好拿上这个食谱之后来我们再打台地主 这一次我们要来到旺苏超项的这个TP点 到了TP点之后我们趟向背后 我们走进错诈去找老板 来这样我们还能买到食谱 好的买好之后我们走进厨房 在我们的背后货架桑 有那个肖爱吃的杏仁豆腐 我忘了在哪一则 哪一个货架桑 然后我们拿一下 在这 来我们拿上这个 之后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离岳港 左下角的TP点 到了TP点之后我们视线撞向背后 来右手边从这走过来 我们要去布博罗 布博罗还有我们的一道食谱 我们走上这台阶 拿到这个食谱之后来我们再打开地主 回到当才这个TP点 回到当才这个TP点 到了TP点之后我们把视线撞到南方向 从这走过来然后贴在左手边 我们先去流离岛 好我们能买到两个食谱 买好之后再向前走 我们去新月轩 拿上这两个食谱之后我们来再打开地主 这次我们来到林月长的这里的TP点 到了TP点之后我们静止操前走 去香林家 来找卯师傅 然后再打开地主 用土之後我們再打開地主 這次我們要去到稻漆 來到離島的這個起坯點 來到這個起坯點之後我們靜止抄前走 從南方向下下樓梯 然後倡向背後我們來找梁子 雖然還能買到A64鋪 來 我們再打開地主 這次我們來到稻漆成這個起坯點 到了起坯點之後我們靜止抄前走 來 拿好濕譜之後我們撞向背後 回到當材界的起坯點 回到當材界的起坯點 來 拿好濕譜之後我們撞向背後 從這座護狼這朝下跳 我們去到你和小烏龜約會的狼木亭 來 我們下來多買食譜 拿好濕譜的試鋪 拿好濕譜我們來打開地圖 這次我們要去到澳摩斯港 这个提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囊方向 从接着护廊这跳下来 然后开始吧 我们去最底下那一层 来到这样 我们把视线撞到新囊方向 在这个小吃边 这样我们能拿到我们的食谱 拿好之后来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来到虚迷城的GIT棋皮点 到了提皮点之后 我们把视线撞到西北方向 我们走进这家餐厅 哦 酒无寡 运门之后我们静止朝前走 然后倡向我们的右手边 在这能埋到我们的食谱 买多了 来 我们走出这的酒端 过来之后我们先静止朝前走 然后倡向我们的左手边 我们走上这条路 来到这之后 倡向我们的右手边 也就是我们的东方向 我们进入这家咖啡厅 运来之后我们静止朝前走 去找这家店的老板 拿上地区的食谱 我们再打开地图 这次我们要来到 呃 那个 我们来到这个阿罗村的这个铁皮点 到铁皮点之后 我们静止朝北方向走 我们来找这个阿卡来 借着商人 这是我们最后的食谱 除了已经绝绑了的食谱 和12个需要声望任务 点数达到之后才能获得的食谱 善于的食谱 已经全被我们拿完了 然后我们把食谱 烹饪到熟练 就能拿全我们的成就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